真的很高興能夠在國際志工日的這一天 見到這麼多來自全國各地的志工夥伴 首先 我要恭喜大家 獲得今年度成國GO志工的獎項 在這次的得獎當中 包括 26 個GO 志工團隊 以及 362 位累積 8 千小時的服務時數 獲得金牌獎肯定的志工 這讓我想到在商業界 在科學領域裡面 有一個流息的理論 叫做一萬小時的定律 意思就是說 只要願意投入一萬個小時的努力 就能夠成為某一個領域裡面 或是某一項技能的專家 所以我們可以說 各位金牌志工 經過長期的付出 幾乎也都是各個領域的專家 不論是在環保 教育 文化 醫療 社會福利 還是消防救難的工作 臺灣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因為有你們的協助 而變得更美好 我要請各位專家級的志工 今天在場的都是專家級的志工 給自己一個最熱烈的掌聲好不好 從事志工服務沒有年齡的限制 在場我們的金牌志工裡面 年紀最大的是87歲 這證明老人家不一定是被動的等著被服務 很多時候還能夠貢獻自己的能力跟經驗 來幫助社會 那是社會的福氣 最後 我要謝謝各位志工夥伴的長期付出 臺灣有你們真好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謝謝 謝謝